秋天吃藕 赛过吃肉 今天这个莲藕酿肉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寓意着团圆和丰收 这不中秋快到了 用这道菜招待客人也备有面子 新鲜的莲藕 猪肉 葱姜等调料 莲藕洗净后 去皮切成厚片 接下来我们来做猪肉馅 取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 先切成小块 然后用刀背敲打 这样可以让肉质更加松软 接着我们用刀剁成肉末 记得要剁得均匀一些 这样口感才会更好 将剁好的猪肉末放入碗中 加入葱姜末 适量的盐 胡椒粉 然后用筷子顺一个方向搅拌 让肉馅更加有弹性 现在加入安琪酵鲜生真鲜调味料 它的主要成分是酵母抽屉物 酵母抽屉物是从酵母中提取的天然食品配料 它富含氨基酸和多态等营养成分 能够增强食物的鲜味 同时帮助我们减少盐的使用 让食物更加健康 根据国家标准 酵母抽屉物属于食品类别 而非食品添加剂 用在食品中主要起到减盐增鲜的作用 想要在家用就可以用这款 安琪酵鲜生真鲜调味料 里面酵母抽屉物含量就超过39% 真正做到了减盐不减味 而且它不加防腐剂 甜味剂和蔗糖 用罗汉果代替白砂糖 全家老小都可以放心吃 把腌好的肉馅塞进莲藕片里 上锅蒸20分钟 让肉馅和莲藕的味道完美融合 莲藕酿肉出锅了 再来浇点汁 闻闻这扑鼻的香气 咬一口莲藕的脆嫩 和肉馅的鲜美完美结合 决绝此